接下来看就是拜登上任 美国总统之后 美中的关系似乎没有改善 因为3号他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将川普时期发布的 投资禁令黑名单 从原本的48家扩大到了59家 除了原本的华为 中国联同等等 还多了几家的中央企业 禁令将从8月2号起生效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 不如外界预期的亲中 3号再出众手签署行政命令 对涉及军事的中国大陆企业 扩大管制黑名单 对中国大陆维持了强硬政策 拜登这次不止 大部分承袭了川普时代的名单 还从48家扩大至59家 而经历宽限期为60天 美东时间8月2号就会正式生效 根据美国的说法是说 为了避免他们拿到美国资金之后 去投资这些公司 让这些公司壮大 反而威胁到美国 著名的中国大陆企业 像是行动通讯商华为 全球最大的监视设备制造商 海康威视 三大电信商通通保留榜上有名 另外新增国有的中央企业 中国卫通 中国海防 开发火箭的中天火箭等等 美国个人或企业 接下来都禁止投资 这些公司的股票证券 另外有一年的撤资缓冲期 当然会对于 这个所谓这些公司的在 无论是他在美国挂牌 或是他在中国上市之后 这些美国的资金 可能被迫要撤出 这是一个金融面的影响 而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先前就对此回应 中方会采取必要措施 来维护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尽管美中高层日前开启了贸易对话 表示双方沟通良好 让外界一度认为 美中关系有稍稍暖化 可如今看来恐怕还是颜值过早 东神财经新闻 叶子晶张博翔综合报导